學道條我們今天來關心美中關係的最新消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月18號訪中外界高度關注 但是美國政府包含布林肯他自己 出發前就先打一個預防針 說這一趟的行程不會取得重大的突破 那現在不到半個月換是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7月6號他會第一次以財政部長的身份出訪中國 那這一次也一樣高級官員都表示 他們不抱高度期待 如果你看到美中兩國的經濟現況 你就會發現這一趟出訪的意義其實蠻大的 但是實際效益恐怕真的會很小 我們來看到是美國財政部長1月的時候 當時他跟中國當時的副總理劉鶴進行一個會面 那兩個人進行的會談到現在將近半年 看起來整個合作的議題還是沒有相關的進展 現在美國碰到的狀況是什麼 他們在打砰砰怕打太重了可能會有經濟衰退的問題 那中國他在擔心整個經濟的復甦是不如預期 他正在期待外資是不是可以回流 那如果面臨這樣的困境的話 如果是過去 兩國很輕鬆就可以達成相關的合作協議 但是考量到現在美中的政治氣氛 這個選項很難達成 我們先帶你看到葉倫在今年4月底的時候 他談到中國怎麼說 雖然我們的關係是確定在一個 tense moment 我的目標是清晰和誠實 去削除了聲音 和談到這個重要的關係 基於 sober的現象 但是在最近年來 我看到中國的決定 外國媒體紐約時報就整理這趟葉倫坊中的目標 第一個中國之前針對美光科技發出的禁令 也就是要限制相關的產品進口到中國 那預計葉倫這一趟會針對這個禁令提出反對 第二個從7月1號開始 中國的反間諜法修法之後 新法正式上路 也就是現在中國要抓間諜的試用範圍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規則 只要當時覺得說 你看起來已經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他就可以以反間諜法的新法將你逮捕 所以葉倫這一趟他很大一個任務 就是要替美國企業摸清楚 這個反間諜法它的紅線 跟試用範圍到底會到哪裡 我們如果回到3月到4月的時候 當時中國不斷地去美國企業的辦公室 不斷地來抄底 那當時大家就很擔心說 美國的外企是不是遭到針對 所以現在又有這個反間諜法 他們一定要摸清楚 到底紅線在哪 猜有人會趕去中國做生意 那還有他也會提出 這個新章人權議題提出相關的關切 這三點都是理想上的目標 也就是美方希望 葉倫這一趟可以出訪達成的任務 但是對於葉倫來說 最基本的他其實想要好好了解 對接的中國官員 我們剛才有看到說 葉倫他在1月的時候 跟當時的中國副總理劉鶴見面 但是現在的狀況已經不一樣 因為官員已經換人了 現在的新任副總理叫做何立峰 那其實他對於美國來說 是一個比較陌生的人 所以葉倫希望這一趟 可以跟他建立一個 比較密切的溝通管道 另外美國智庫的外交關係協會 資深研究員Edward Auden 他就表示 拜登政府希望透過葉倫這一趟 可以跟中國設下所謂的 經濟惡化的底線 另外外界也在關注說 葉倫他從去年開始就不斷呼籲 說要放寬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這項措施這一趟會不會達成 大家也在看 不過如果你有在看 這個美中今年的經貿關係 你可以看到其實一下是美國一刀 一下中國也回一刀 你就會發現 這一趟葉倫他要達成的協議 其實恐怕真的很有限 雖然美國他不斷強調說 他並沒有要抗中 也沒有要跟中國脫鉤 他所尋求的是降低對中的風險 也就是去風險化 但是中國總理李強在上禮拜也正式的反擊 說這個歐美國家所謂的去風險化 只是政治操作 實際上就是在去中國化 我們如果從美國最近在眼裡的新措施來看 好像也是有這樣子的跡象 你可以看到現在拜登政府正在 嚴厲一個新的行政命令 最主要就是要禁止美國的私募公司 或者是風險的投資公司 禁止他們投資有問題的企業 那所謂的這個問題企業 大家都知道其實很大部分就在講中國企業 再來拜登從去年10月開始構建一個所謂的 晶片維毒網 也就是要限制晶片相關設備出口到中國 所以為了要配合美國的禁令 上市晶片大廠徽達 還特別為了中國設計一款比較低階的A800晶片 但是現在這種低階版的晶片恐怕也沒辦法賣 因為現在美國他要擴大晶片禁令到 AI的範疇 所以低階的晶片恐怕也在限制的範圍之內 另外美國國會他也在推出新的補貼措施 他要鼓勵美國企業 慢慢的把所謂的供應鏈從中國移出去 那中國當然也不可能什麼都不做 稍早的最近消息 中國從8月份開始 他就會限制出口半導體的重要原料 包含像是褶或是夾這些重金屬 而就在夜輪訪中之前宣布 其實這背後的針對性非常的強 在這樣整個美中持續交鋒的氣氛之下 搭上中國新的間諜法上路 其實你到中國做生意 或者是單純去旅遊想要來走走看看 其實風險都蠻高的 所以現在美國政府呢 他已經把中國列為所謂的 三級旅遊警示 那其實他也講得蠻白話的 就是如果你要到中國旅遊的話 他建議你重新思考一下 因為你去的話 你可能進得去出不來 還有可能會面臨到不透明的執法程序 可能被拘留之後 還沒有辦法獲得美國領事館的幫助 同時港警國安處在昨天也宣布 他以四百萬新台幣的獎金 通緝了八名海外香港人 貼出大大的黑白大頭罩 洋洋灑灑列出懸賞通告 港版國安法實施屆滿三年 香港國安處宣布通緝 包含社運人士 以及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 許志豐等八名流亡海外的港人 還寄出高達四百萬元新台幣的懸賞金 這八名海外港人被指控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 罪名包括危害國家安全 煽動分裂國家 以及要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等 其中一名被通緝的海外港人 美國港人組織總監郭鳳已反擊 香港政府沒有權利在海外執法 通緝令只是為了恐嚇香港人 以及激起小粉紅的報名心態 自己絕不會低頭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總共已經逮捕兩百六十人 而中國對外關係法 以及新版反間諜法 也在七月一號正式生效 中國當局大力宣傳 人人都要抓間諜 官媒還特別搬出過往案例當宣導 殺雞儆猴意味濃厚 張某諸愛期間還無視紀律作風要求 多次嫖娼與多名外國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 成為該國間諜情報機關對其進行控制利用的把柄 美國國務院將中國旅遊警示升高為第三級 建議公民重新考慮是否前往中國旅行 警示等級僅次於請勿前往 以免遇到中國當局任意執法或被禁止出境 以及錯誤拘留的狀況 靜新聞史方宇朱嘉玲報導 好 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對於整個國家安全的控制 其實是越來越強 包含你去旅遊可能都被抓起來 那對中國來說這是好事情嗎 因為現在中國很煩惱說整個經濟復蘇一直沒有起來 不如預期 那你現在限制這麼多到底誰敢去呢 那如果要說到中國的經濟慘況 其中最令人擔憂的就是青年的失業率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個藍線是中國整個國家的失業率 那你可以看到它從疫情前到疫情解封之後 其實大概都在5%左右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動 不過如果你看到黃線代表是 16歲到24歲青年的城鎮失業率 你就可以看到屢屢的往上衝 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還突破了20%的大關 來到20.4% 那現在中國學者就提出警告 這條黃線它會繼續往上衝 而且它可能會變成政治危機 在6月底就有一份長達110頁的經濟分析報告 裡面就是非常多的中國重量級的經濟學者 他提出他的想法 他們一致的共識就是 這個青年失業率在短期之內 還會繼續的往上飆升 而且這種青年找不到工作的狀況 這種困境可能會長達10年 等於說接下來中國青年人 他的不滿情緒可能會累積累積 除了變成社會問題之外 恐怕還會觸發政治問題 威脅到習近平的政權 而且更令人擔心的是 我們看到他的失業率現在狀況怎麼差 但是實際上還是灌水灌出來的 在中國現在一個禮拜 你只要工作一個小時 中國就當你有在做工作 這標準跟其他的國家比是低非常多 如果我們看到國際的勞動組織 它的標準是一個禮拜 你至少要工作10個小時 才可以算進就業數字裡面 等於說現在中國的就業數字 已經這麼慘了 而且還是灌水不準確 因為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一個禮拜 真的只工作一個小時 你根本沒有辦法維持 基本的生活品質 等於這就是一個假就業 那實際中國的失業狀況 恐怕會更加的嚴重 但是中國官方昨天也端出了一個詞 而且還美化這個詞 叫做慢就業 他說現在這些青年人不是失業 也不是找不到工作 他只是花比較多時間在找工作 那這種慢就業 而且他們說是一種好事情 其實也不是壞事 代表說現在中國的年輕人 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找一個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 但是這個說法 不知道中國的年輕人買單嗎 以上之前傳說到的條 我們明天見